由於這個山崩的面積實在太大 開挖的進度一直遭受了質疑 疑次被埋的臺灣大車隊女司機林慧欣 他的同事是排班到現場來關心 看到這個狀況就忍不住破口大罵 他們認為速度太慢了 還有開挖的方向也錯了 也很擔心再這樣拖下去的話 就要錯過黃金救援的七十二小時 臺灣大車隊的女問獎林慧欣 傳出就買在國道三號山崩的土堆裡 輪流來到現場等消息的同事 眼看一架一架的怪手 只是在做橫向的開挖 忍不住對施工單位破口大罵 說開挖的方向根本就錯了 重點是在這裡不是在上面 這邊是最重要的人在這一個車道裡面 可能會被那個主石推到旁邊來 重點要在這邊不是在那裡 那邊根本沒有用 施工單位解釋 會要怪手橫向一層一層的開挖 是因為擔心直接縱向開挖的話 會導致兩旁的土方向內崩塌 只是眼看黃金救援時間 進入倒數計時 臺灣大車隊的問獎氣炸了 強人悲痛喊話 希望現場的大型機具能改挖個方向 撿回老同事一命 只是現場開挖的高工局也很為難 恐怕很難直接垂直開挖來救人 畢竟冒的風險實在太大 民視新聞綜合報報